星期一至五, 中午十二點 只要TuneIn九八八 你就可以聽到最新的九八八廣播劇 九八八製作 肉頭妹妹很透明 什麼事?我上網就知道 你看看我的臉 你看看我的臉 我的臉都出來了 你們三個是不是有病 一個只有空牛力 實質是蠢得沒生氣 一個只有樣子漂亮 但是什麼都不懂做 什麼? 一個就是土精成仙 思想單純 誒, 成分都沒得夠 那就糟了 我們三個都不懂得做糕點 那怎麼贏過比賽? 看來必要事 要去拜師學藝才行 拜師學藝? 前面有露燈風 大家, 祝神大家都說 不要放狗 愛在月圓前 編劇李麗華 第十七集 阿尚, 爸爸他怎麼樣? 醫生怎麼說? 爸爸他還沒逃過危險期 醫生我有可能 有可能怎麼樣? 最壞的可能 爸爸會醒不回 變成植物人 怎麼會這樣? 不可能的 我們幫爸爸轉私家醫院 那裡的設備和照顧都會好一點 可能會好轉 傳蘇現在的情況這麼嚴重 根本不適宜轉院 你還來幹什麼? 是你害到爸爸這樣 你的學人精 Sir, 你說什麼? 你說爸爸出事跟他有關? 究竟發生什麼事? 他是誰? 他是爸爸剛剛收的徒弟 不知道什麼時候得罪了社團的人 搞到人家找上碗來尋售 我也覺得奇怪 爸爸說你不收工 但扣三餐一宿就可以 擺明是來全心全意避受家 爸爸怎麼會收這麼不命來的徒弟 對不起, 對不起有用嗎? 爸爸可能永遠都醒不回來 你走啊, 走啊 我是對不起全叔 因為私人恩怨連累他出所事 那你們三個呢? 身為子女的 有沒有真正關心過全叔? 我們怎麼會不關心爸爸? 全叔經常說他的子女有多厲害 多本事 但就連他生日 你們都沒有一個回來陪他吃飯慶祝 這算是有多關心他 我還記得那晚 他很開心的 親自下廚 煮到整桌都是他的子女喜歡吃的菜 但你們知不知道 當他知道你們都不回來的時候 他的樣子有多失望 那時候我忙著掛料做獨家新聞 以為大家姐和阿尚又回來陪爸爸慶祝 那我那天都在拍戲等位 以為你們會回來陪爸爸 就是你們一個二個 你以為他會回來 他又以為你會回來 到頭來每一個都沒有回來 喂 就算是這樣 都輪不到你這個外人 你教訓我們 你們連我這個外人也不如 今天我要代全叔罵你們 尤其是你 我? 是啊 枉全叔一直以你為榮 你就一天到刻 只顧著公司的生意 眼中只有錢和利益 連最親的人都放在一邊 這就是自私 喂 你是不是有病啊 亂說 我還沒說你 本來你也算是有點孝心 但開口就叫全叔退休 賣了間舖 間舖是全叔一生努力拼搏的心血 無論多辛苦 他都堅持撐下去 你根本沒有理會他的感受 你說夠了嗎 未 全叔最疼最擔心的是你 經常讚你最有造餅天分 總希望都寄託在你的身上 想你繼承全心全意 但這就是一味懂得發你的明星夢 我們的家事 你沒有資格來 我是沒有資格來 我不說今天罵醒你們 是代錢落你們的袋 你們賺到了 免得你們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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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什麼人 他說自己叫吳光 不會這麼巧 他就是阿玉的大哥吧 他說得對 我們三個沒有真正關心過老爸 只顧著自己 在抖medi 他就是自己看到那裡 他叫你 他叫我 他叫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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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他叫你 你 你看你 有 爸爸, 你快醒吧, 不要再睡了 我答應你, 會用心跟你學做餅 繼承全心全意 我答應你一定會做得到 你快醒吧 沒有你在身邊監督我罵我, 我會很不習慣 如果爸爸聽到你說這番話, 一定會很開心 爸爸不會有事的, 你們記不記得 我們小時候, 他經常說自己是我們身後的巨人 有什麼事, 他都會在身邊支持我們 爸爸不會這麼容易讓自己暗假 大姐姐, 二哥, 爸爸一定能撐住吧 嗯 嬸 你呀, 怎麼會來醫院呢 是阿祥通知我, 外父出了意外入院 有心, 爸爸的情況不太樂觀 外父這麼好人, 一定可以大埔南國 希望 芯, 這個星期我打電話給你 你都沒有接, 你去了哪裡 去了日本 原本打算一回來就想律師樓狗離婚手做 誰知道爸爸他… 老婆, 你不要再生我了 我肚子餓真的沒事的 沒必要搞得離婚這麼大事吧 真也好, 假也好, 你很清楚的 我一旦決定了的事, 就不會改變 你要怎樣才肯相信我呢 由始至終, 我的心也只有你一個 我是不會愛上別人的 是我變了 在日本的這段時間, 我想得很清楚 我們的感情越來越淡 我們的步伐已經不一致了 是我走得太遠了 當我望回頭, 我才發現你還站在原地 我也不明白我們之間有什麼問題 我有什麼做得不夠好就坐下來慢慢談 要靠偽, 你到現在也看不清楚 我們之間的問題 這個, 就是你最大的問題 那你不說我怎麼知道 冰凍三尺, 非一日之寒 什麼時候開始我們不再信任對方 從什麼時候開始 我們常常為了個女兒在吵吵吵吵 我很累了 好的, 是我不對 最多我以後什麼都遷就你了 我不想做一言堂 有些事不是你就我就行了 我發覺我們根本就不了解對方 我們真的要走到離婚這一步嗎 你記不記得你問過我 如果當年不是意外有了菲菲 我會不會選擇嫁給你 我重複問了自己很多次 我終於得到一個答案 就是我發覺自己不夠愛你 夠了, 我不想聽 總之我是不會跟你離婚 菲菲需要我們 你判我死刑之前再給我一次機會 可能我們之間的問題不是那麼大 一切可以補救 老爸已經搞成這樣 我已經很累很煩了 我不想再跟你吵 沈, 我不會跟你離婚 快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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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不能夠 九八八制作 爱在月圆前 吴光大哥 起床啊 吴光大哥 什么事啊 都没有耐天光啊 不是啊 我听到饼铺外面有声啊 不知道是不是有贼呢 哪有啊 我什么声都听不到啊 你听错了 我成仙之前是兔子来的 耳朵特别灵敏 再小声的声音我都听得到的 又是啊 你对了 我们出去看看吧 哪个贼仔这么不知底下 竟敢走连我吴光的地盘偷好东西 肯定胆生无顶了 让你见识一下我的斧头神功吧 吴光大哥 你听不听到啊 那贼仔不知会不会把整间店的东西搬走呢 我听到 传叔出事了 我身为他的徒弟 必定捍卫他的饼铺 想偷东西 先问我 你小心点啊 我们现在没法力 和平常人没什么分别 千万别跟他硬碰啊 先小心点啊 放心 你们大哥我撑得住 那些声音好像是在焗饼房里传出来的 到门半掩 灯开亮了 那贼仔应该在里面 好像有点哭声啊 难道那贼仔看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偷水哭 怎么会啊 那倒是 我知道了 他一定是良心发现 觉得自己出来做错不错 一时敢为身世 哭了出来 有可能吗 那来 装一下看这个贼仔搞什么 是他 晚上他在这里 搞什么东东玄西葱啊 不是 不是 不是啊 根本就不是这个味道 我已经跟着了以前老爸教我的方法来做 为什么我弄不出来的 我不是竟然逼你出来的 对不起啊 老爸 我令你很沉默 是我没用 你不应该这么快就放弃的 对啊 你是全叔的儿子 既然他赞你有天分 你就一定可以做得到的 嗯 我除了懂得演戏 已经很久没有真真正正的跟老爸学做饼 我凭什么接手全心全意 我将老爸的心血毁于一旦就有份 你可以的 像全叔所说 只有容心做出来的食物 才真正好吃 才令人难忘 嗯 吴光大哥说得对了 你试试眉眼 容心感受 回想一下以前全叔教你的步骤 你一定可以做得出 记忆中独特味道的月饼 用心感受 做出来的月饼 才会有那种令人幸福难忘的味道 老爸 阿尚 今天这么早放学回来 不用上课外活动吗 那些课外活动很满的 我宁愿早点回来帮老爸来做饼 嘿嘿 这么乖 又不够年用钱花了 老爸 我大过儿子的了 不会只会摊大手板 问你拿钱的 遲些学校假期 我会去打工赚钱 那便对了 你来我店头打工 我出钱给你 好 就来中秋了 我接了订单 要把饼饼交给人的 都好 又钱赚又学到东西 好 等老爸今天教你 做单网白莲饼饼饼 哦 先把糖浆加入碱水 再加入植物油 搅匀它 再塞入中筋面粉 和奶粉 把全部材料搓匀 搓好之后 包上保鲜纸 等一个小时 月饼脱好之后 再塑上蛋黄 再放入烤炉 再烤它15分钟左右 每个步骤都不可以抹肤的 知道吗 看起来很容易 做月饼也不难 但是要做到好味 就不是这么简单 你老爸我做学师的时候 师傅说过 做饼是不断重复的手艺 一定要用心思去做 才有好味道 那有什么秘诀 秘诀就是 无论做人做事 都一定要用心 用心去做 就一定事成 知道吗 知道 老爸 我大过后 一定会继续你的衣缝 将全心全意 发扬光大 我记得了 老爸跟我说的 我全部记得了 那就好了 都说你一定行 我们两个帮忙做 要吃吃的话 都没问题 多谢你们 帮我找回属于我们父子 难忘的回忆 还有我遗忘了 对女道的承诺 说这些 快快开工 开工 阿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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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姐二哥 你们会一起来的 是不是医院说老爸有事 女后世说过 老爸虽然未醒 不过医生说他的心跳 血压指数已经正常了 度过了危险期 至于什么时候才能醒醒 就要看老爸的扣生意识 老爸一定会没事的 我们来看看有什么可以帮忙的 你在电话里说 接了熟客仔的月饼订单 我们怕你搞不定 你究竟行不行 老爸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醒 你便乱接订单 我想帮老爸做些事 这家饼店是老爸的心血 原来我以前答应过老爸 会接手全心全意 我一定做得到的 你一个人搞得定的 还有我们 三个人一起拍住箱 怎会搞不定 我们三个 说去 你们记不记得有一年老爸弄了一条腰 死都不肯休息 坚持要做好些月饼交给人 不肯定 当然记得了 我们见到老爸这么辛苦 我们还主动帮忙 你怎么知道 搞到一锅饼 是的 这些面粉还做得整身都是 好像三个雪人一样 真是越帮越忙 唉 想起那时 真是很开心 嗯 但是过了之后 我们都很少回来全心全意帮忙 各有各忙 连在一起的时间都很少 但是想不到 老爸出事 我们才懂得说停下来 我真是分落了身边的亲人 现在知道呢 都没算太迟 是你 喂 你还在这儿啊 尚 你还没趴他走吗 是的 算了 老爸这件事都怪不得他 没得算了 总之他不可以留在这里 你走 那那那那 全叔没醒醒 你们谁都不可以趕我走的 你不走吗 我现在就要拿傻瓜烹你走 停手啊 不准打我大哥 阿玉 阿玉 他是我大哥 我不准你打他 玉 你这几天去哪儿了 我到处找你 怕你出事了 为什么你不回家 那个是你家 不是我的 我找回大哥了 无论再打扰你了 五哥大哥 我出去一出去 玉 玉 你站住 原来就是你这个打霸仔 搞得玉兔妹妹那么伤心 我不打你 我不叫云光 你这只云光不要在这儿阻止 我又要跟阿玉说 喂 喂 喂 有门告诉我 到底发生什么事 我也想知道 九八八制作 爱在月圆前 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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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回你真的好 我和赵迹都很担心你 你帮我和赵迹说一声对不起 那天我不应该乱吹不出地走了 那我呢 你没什么要跟我说 有 多谢你这段时间 可怜我同情我 收留我 现在我找回吴光大哥了 我以后都不会再麻烦你了 这 只是这样 恭喜你 愿望成真 終于感动到你女神和你在一起 我们没有在一起 一直以来我以为我对珊珊那种感觉是真爱 原来不是 对啊 由你离开我那天开始 不知为什么我心就拿着拿着 担心你为了我伤心难过 担心你在外面会有危险 直到刚才再见回你 我才发觉原来我是在禁着你 这段日子之所以会哩哩乱 是因为我喜欢了你 你骗我 你根本都不喜欢我 你一直利用我来追你的女神 明知我会有危险 你都拘我去死 对不起啊 那时我心想着 如何拆穿Briant Child的坏东西 我没想到那么多 之后我都很后悔很内疚 我刚才说的都是认真的 我喜欢了你 我真的很不习惯 没有了你在我身边 我 别再伤心了 玉兔妹妹 你要记住 我们的身份是神仙 是不可以爱上凡人的 就算你们是真心相爱 到最后 都是无可能在一起 不会有结果的 我们是无可能的 你弄错了 玉 如果你不喜欢我 怎会见我和珊珊在一起 就暗示走了 当我知道你原来是利用我那时 我对你已经没感觉了 你回到你女神身边 你回来吧 不能备 让我们找到你 早生让我们搞分你 以后不要再乱把人家的私隐 Briant Child 兄弟 吃他 打 打 阿贝 杨孝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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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